一只白鹤出生在了西伯利亚的河边 它睁开眼 看到的只有它的父母和一望无际的台原 还有一个破碎的蛋壳 妈妈说这曾经是它的哥哥 于是它成为了这150公里内唯一一只白鹤雏鸟 这只幼鹤叫自己小飞 因为爸爸说白鹤都可以飞到很远的地方 有一万里那么远 接下来的日子很平静 小飞在这里能见到的只有父母和台原 小飞大部分时间都跟在父母身后 学习着觅食等生存技能 它最喜欢的娱乐 是在自己的这片领地上闲逛 小飞试图和这片土地上所有看得到的生命玩耍 但它最想要的还是一个白鹤的朋友 它一直不明白 为什么别的动物都有同龄的伙伴 只有它是自己 台原没有答案给它 只有呼呼的风声和湖面上自己的倒影 能给它回应 不过最近小飞没有时间好奇了 天冷了 它开始换雨 爸爸妈妈很兴奋 开始给它安排了飞行课程 过了没多久 湖面开始结冰 小飞一家要去更暖和的地方过冬了 一路上 有越来越多的鹤群加入它们 这群白鹤的队伍渐渐壮大 经过了一个多月的长途飞行 它们终于抵达了鄱羊湖 这里很大 也很热闹 有很多不同种类的鸟儿 有非常多非常多的铜族 还有很多亲戚 这是伯伯 这是姨妈 这是表姐 这是堂哥 这是 嗯 总之很多很多的亲戚 小飞已经很久没再看着水中自己的倒影发呆了 她遇见了像她一样的肉鹤 有了很多很多的同伴 今年 这里的食物长势并不理想 不过因为有了伙伴的陪伴 对于小飞们来说 这个冬天也不会太过难挨 世界上仅存四千多只白鹤 它们绝大部分会长途跋涉 从西伯利亚飞到鄱羊湖越冬 白鹤的平安之旅 不在一石一地 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 在沿途万里 所有人的关爱 对于小飞 постав他 它的讯解 这个冬天 非常好 我们在家里有一个地方 有趣的